今天追踪第一线,我们现象连线到的是TVBS国际新闻评论员于文琪 文琪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看到川普宣布要加征关税 那么原因是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还有非法毒品涌入了美国 想请教文琪的是川普为什么会对北美这两大自由贸易的伙伴国来开刀呢 而这三个国家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一旦增税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我们先来看他一说要征税 墨西哥的女总统Shane Baum马上就说如果美国加关税 墨西哥也会用关税来报复 那加拿大的总理Trudeau则要加拿大团结来抵制川普的关税 那他也说了要加这个中国的增加现在在10%的关税 那中国则在国家的媒体社论表示 川普把美国的毒品犯案问题怪罪到中国头上就是戴罪羔羊 而专家则指出就是说中国很可能会用人民秘贬值来报复 那川普呢 曾经已经说过好几次 他觉得关税是最漂亮的字 关税是作为各种谈判最好的筹码 主要目的是让其他国家上谈判桌 所以呢我们在看到川普在宣布要加关税的同时呢 也说要抵制这些国家不再有非法移民和非法的这个毒品进入国家 可见加关税的重点不是只有在经济贸易问题 而是要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来施压谈移民还有毒品的问题 但是有专家分析说呢 就是川普用关税来威胁这个老套这一次不一定管用 尤其是因为墨西哥总统现在已经换人 是一个左派意识形态强的刚当选的一个女总统 不会像川普第一任时候的墨西哥总统比较愿意妥协 当然呢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物价还会在膨胀 不管是美国通用汽车呢是在墨西哥制造的 还是说是从墨西哥进口的农业产品 都会造成物价在继续的上涨 那川普呢也刚宣布 就是几个小时之前宣布要任命前卖议代表 Lyheiser的幕僚长Jameson Greer来担任现在的这个贸易代表 所以一定程度呢也是会延续第一任的这个政策 那不管到时川普到底是会加多少关税 他这种威胁加重关税的口吻和态度 就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税 而且呢已经是改变了世界贸易的这个现况 影响的确是非常的大 好另外再来看到呢 这个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院领袖麦康纳 将在明年是卸下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职务 他也已经表明了在新一届的国会 他会把外交的政策 还有参议院的独立自主权放在首位 要请教文琪的是 麦康纳强调卸任是解脱 因为跟川普的这个立场是有严重的分歧 那么像是麦康纳甚至就表示了 他反对加税 但是之后他卸下这个领袖的身份 是不是代表川普增加关税的政策会更加顺利呢 先说参议院领袖麦康纳 也是华裔女性政治家赵小兰的夫婿 所以台湾其实并不陌生 他其实是共和党华府建制派的这个代表 也是权力最大的共和党人之一 即使说川普近年来 这个反建制派的力量是一增大 但是在美国参议院里面呢 麦康纳的权力还是非常牢固的掌控着 不像是在众议院里面呢 建制派的共和党最后还是 其实就是对川普派投降了 那麦康纳今年已经是82岁了 虽然说他任期要到2027年才届满 但是呢他提早卸下领袖的职务 其实就是要交棒给图恩 并且利用接下来这几年 帮助图恩是顺利的权力交接 其实他做的就很像裴洛西 现在做的这个角色 那麦康纳呢还仍然会在背后担任党内 这个重要大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就像他所说的哦 卸下领袖的这个责任反而让他更自由 可以更加对自己最关心的议题表态 不用担心党的立场 尤其呢是在外交事务 像是乌克兰的军援上面 麦康纳的立场就是代表传统共和党的 他对川普的美国第一呢 还有要减少参与国际术的立场 并不以为然 那事实上呢 麦康纳与川普不合 已经是路人皆知了 川普不但过去曾经公开批评赵小兰 中国的背景好几次 叫他什么coco chow之类的 还说呢 麦康纳和赵小兰都被中国利用 那赵小兰呢 也是在国会1月6号暴乱之后呢 第一位辞职的那个首长 麦康纳甚至曾经考虑过 要投票起诉川普叛乱罪 不让他未来再选总统 但最后还是没有 所以其实麦康纳卸任 也是一种解脱 不然还要跟自己不喜欢的川普合作 对这一位高龄已经82岁的人来说 其实没有必要折磨自己 那所以关税方面呢 到底会怎么样 还要看就是 到时川普到底宣布要增加多少关税 好 我们谢谢文琪 为我们带来非常详尽的分析 谢谢文琪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 sou Studies iter van G